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反彈 反彈的空間還不錯 我們稍微看一下 台北股市今天早盤 就直接跳空開高 開高40點之後 今天台北股市 那麼中場的時候 大概漲了70幾點以來 好 各位 台北股市不是說只有今天上漲了 從台股封關完 台北股市大跌之後 台北股市已經連續反彈了 1 2 3 4 5 今天5天反彈起來之後 台北股市正好來到多少 來到月線的位置區 好 各位 台股為什麼會反彈 彈到5天之後 台股還有沒有機會 繼續再往上攻 到底這個地方所關盤的關鍵 到底在哪裡 我跟他說 其實今天不管 你看哪一個老師的節目 其實今天你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賺錢 有沒有 但是你要怎麼樣 才能夠真的賺得到錢 如果你連盤的方向都看錯了 這地方你怎麼進場佈局 有沒有 彈了5天起來 不可能說這5天 彈起來的時候 你每天去放空 那一定是你盤解錯了 才會有這樣的錯誤 那台北股市為什麼能夠跌升反彈 到底關鍵在哪裡 各位 我來讓你看 什麼叫做解盤好不好 什麼叫做解未來的盤 到底台北股市 還有沒有機會往上攻 各位 我們先從VCR裡面來印證 導播請播 謝謝 各位 因為你美元升值會把資金 抽離新興市場 所以會造成說 亞洲股市會跌幅會比較重 這在去年的5 6月份 已經讓你看到答案了 有沒有 已經讓你看到答案 好 各位 可是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到 美元它並沒有如我們所看到的 QE縮減結果 美元出現升值 所以當美元沒有出現 像之前5 6月份 明顯升值的時候 我要跟各位講 錢還是留在新興市場裡面 當然像體質比較差的 什麼阿根廷那些就除外 但是最起碼當美元沒有升值的時候 整個亞洲市場的資金還留在 所以台北股市為什麼 我跟你說 這個時間點它是屬於多頭的修正 原因在哪裡 因為這跟美元有關 好 各位 既然是多頭的修正 你就直接來看 因為美國股市這一波的走勢裡面 急跌完來到年限的位置區 多頭修正 多頭修正 以前再怎麼修正 靠近年限位置區 最起碼這地方都有機會反彈 有沒有 所以就台北股市而言 注意看 台北股市現在是跌到半年限 如果台北股市在這兩天 在年限跟半年限之間 稍微來回震盪 因為美國股市多頭修正 已經來到年限的位置區 所以當美國股市年限直穩的話 各位多頭的修正 我認為台北股市這幾天 就讓它在半年限 跟年限位置區 稍微走震盪 最慢在下個禮拜 台北股市有機會跌升開始抬 很清楚 因為這不是空投 是不是空投 要看美元是不是升值 好 各位這在2月5號 我們仔細看 當時當天台北股市2月5號這一天 大跌將近200點左右有沒有 當時我們對這樣的盤 我講得很清楚 台北股市這地方有機會跌升坦 那跌升反彈的過程裡面 它不叫空投 叫做多頭的修正 原因到底在哪裡 好 我們仔細來看 當時我就跟大家講 只要美元不升值 整個亞洲市場或者是新興市場 錢頭還是留在新興市場 或亞洲市場裡面 所以資金潮沒有問題對吧 很清楚 好 各位你去看 台北股市2月5號大跌下來之後 是不是連彈了5天 我說最慢在這個禮拜 結果台北股市這5天連續反彈 現在已經來到接近月線位置區 為什麼台北股市今天會繼續彈 答案很簡單 因為美國股市昨天大漲對不對 那麼昨天美國股市為什麼大漲 好 我們就直接來看 很多觀念 我希望說你今天看節目都能夠賺錢 但是你要怎麼樣真的能夠賺得到錢 很多觀念是其他老師沒有辦法告訴你的 但是你把未來的方向確定了 其實最起碼在這個時間點 你知道你該怎麼去做動作 所以各位你注意看 昨天新任的聯準會主席葉倫 他昨天發表談話 好 各位內容裡面你會發現到 QE繼續的緩退 也就是說量化寬鬆QE要照原先的貨幣政策 規劃的緩步退場 也就是說每次開會縮小100億 但是光是這個議題會讓很多空投老師 有一些話題可以來跟你說 你看都要退了 這裡一定是空投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過 好 你說空投 可是美國股市漲起來 台北股市連彈5天 怎麼是空投 但是為什麼當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美國股市昨天繼續漲 各位你注意看 其實最重要的不是這一段 QE照原先的貨幣政策規劃 然後計畫這地方要緩步退場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重申 要到失業率達到6.5%之後 很長一段期間 才會有升息的動作 有沒有 好 那各位 當你的利率是升息的話 我跟你講那對整個多多市場 多少都是一個傷害 為什麼 因為他在抽資金 可是昨天葉倫告訴你 這個地方要很長一段期間 才會有升息 也就是說這地方短期間 沒有升息的機會 所以當如果說美國是升息的話 美元跟那個匯率都是同步在走 升息美元就升值 那既然你不會升息的話 那美元就不會升啊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當時在2月5號 我就跟你說美元是關鍵 為什麼昨天美國股市會大漲 因為沒有升息 所以美元還不會漲 所以這會讓你看到說 為什麼台北股市上個禮拜 2月5號敢跟你說跌升就一定談 最慢這個禮拜談 結果連談5天起來 有沒有 這不就是我跟你說的嗎 盤你要看得懂 你才知道你該買該賣 如果你去看到空頭老師說QE要縮減 然後你去做放空的 老師說這5天談起來 從8230 接受到8510 將近談了多少 快300點 你放空沒有利益啊 沒有利潤啊 那現在重點是 既然我們所說的 跟你現在所看到的東西 它是一致的啊 既然美元不會升值 那美國也沒有要升息 那既然這樣來看的話 台股的多頭還有機會 好那各位 我先說一個東西 因為下個禮拜是指數的結算 那因為連談5天起來之後 未平常口數沒有增加 也代表說 你要去走那個軋空的力道 其實短期間來看 那力道不會太強 所以我倒認為台北股市我說 跌升反彈起來之後 你要預防什麼 台北股市下個禮拜 還會去走震盪喔 還要走震盪喔 震盪的原因是什麼 化解月線的壓力 所以就算台北股市 彈5天起來之後 後面有壓回的話 你要很高興 為什麼還有低點可以買啊 你不用急喔 還有低點可以買 短線你不用追 但是重點是要買什麼股票 老實說這地方要買什麼股票 能夠讓台北股市連續5天反彈 你的個股能夠走出波段 到底你要怎麼去做分辨 我們在這幾天的節目裡面 我們也講得很清楚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 到底你今天看節目 能不能賺得到錢 盤我很詳細的跟你做分析 別人講不出來 到底為什麼台北股市會彈 也搞不清楚 好那你今天看我節目 你絕對清楚 盤清楚交代之後 到底個股該怎麼去做 老實說沒有人能夠像我們這樣 跟你講得非常的仔細 好不好 我們直接從這段VCR裡面來印證 到底台北股市 什麼樣的個股在這個地方 它能夠讓你賺得快 在反彈的過程裡面 能夠讓你賺得快 又要讓你賺得多 而且這樣的個股裡面 你絕對不用去追 好不好 我們請導播再播下段VCR 謝謝 那各位 可是你注意看 低檔起來的股票 這個地方還有機會再續工 因為這個時間點 它上面沒有套牢賣壓 可是如果說你去找一些 已經之前漲一段 後面再走盤整了 比方說太極 各位你注意看 4934的太極 這波走勢裡面談幾天 談兩天 談兩天 洪捷科談三天 今天洪捷科的股價再漲停板 有沒有 結果你有沒有發現到 當他只談兩天起來之後 今天就壓回 如果這樣的股票來到這個時間點 因為他上去的過程裡面 為什麼他沒有辦法再繼續往上攻 因為上面從12月份到1月份 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上面都是套牢的籌碼 對不對 當如果說你的股票 來到這個時間點 你去搶跌升反彈的過程裡面 你上面套了一堆在上面 各位我要問你 這地方你怎麼可能賺得多 你當他一漲上去就有人要解套 當他一漲上去的時候就有人要賣 所以有些個股這地方只能淪為短線 有沒有 所以當你的操作 你去講跌升反彈的時候 如果說你是昨天才進去買的 今天股價不就壓回 到現在為止你沒有賺頭 可是如果說你要賺得快 你又要賺得多的 當然你要懂得去找 底部進場之後 能夠讓你走一段的股票 好 什麼樣的個股 能夠在台北股市談五天起來 這地方能夠讓你短線賺得快 波段賺得多 而且重要的關鍵是 不是叫你去追 也不是說叫你今天去買場停板 然後明天在賭他還有沒有高點 各位我覺得沒有意義 因為如果說你仔細看 如果我們從法人跟賞戶 資金進場的分布圖 你會發現到 每次指數有低點的時候 你不敢買 個股有低點的時候你會害怕 可是每次都是法人在低檔 把他成本壓低有沒有 可是一定要盤漲起來之後 個股漲起來之後 你後面才會去進場去買 結果你都把成本去墊高 那這地方你為什麼不去換個思考模式 當台北股市好不容易 在2月5號有低點 我也跟你說這個地方 台北股市因為美元沒有升值 所以他不是屬於空頭 多頭的修正會有跌升先談 有沒有 所以當時是不是要準備 要讓你先買低點 好 那各位我們就直接來看 那到底台北股市連談五天起來之後 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你注意看 當時我們就拿兩檔個股去做比較 我只是要讓你知道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賺得快 賺得多 一檔是4934太極 一檔是8086的紅捷科 有沒有 好 我們仔細來看 這類型的個股 當時有低點我叫你去買紅捷科 有沒有 當時有低點我叫你買 你絕對都買得到 還沒有動的時候我叫你買 為什麼沒有動要叫你買 這不就是我跟你說的嗎 個股沒有動指數沒有動 我們現在低檔先把成本壓低 對不對 不是說漲起來之後我叫你去追 所以今天到底你要去學的是法人的操作 還是你要依照你過去的操作方式 反正漲起來就先追再說了 賭到明天看有沒有機會漲停 賭明天有沒有機會繼續漲 如果你的做法是這樣的話 老實說17年前 我就在這市場帶會員 那有的時候一些新委員加入 我們常常都會去看一下 新委員的持股怎麼樣 稍微需不需要去做一些調整 可是這17年以來 每次看到的新委員裡面 超過8成以上 股票都一堆 真的都一堆 然後再把它看一下那個圖形 你會發現到 真的都是每次漲起來之後 你後面去追 所以如果說這樣的方式 能夠讓你大賺的話 老實說今天不要說我的節目 其他老師節目你也不用看 可是為什麼你還在看呢 因為你不知道要買什麼 因為你的股票很多個股都在追高 有沒有 可是你跟我操作呢不用急 今天我們在低檔的時候叫你買 結果你會發現到 25號還有低檔給你買 買完之後開始攻漲停 有沒有 是不是一根黃棒出來 是不是先買低點 買低點之後繼續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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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低點之後再創新高 有沒有 最近的盤勢在走震盪 可是讓你看到 持續再往上攻 有沒有 持續再往上攻 2月10號休息一下 2月11號再攻漲停 有沒有 今天讓你看到啊 台北股市連5天反彈 今天一開盤 結果讓你看到 再創新高 當你低檔買完之後 有沒有股價讓你看到走鋪鋪鋪鋪鋪 你要賺得快 你要賺得多 有沒有低檔心照你買 是不是先把你的成本 先把你壓低 當你壓低之後 股價只要一根紅棒起來 你怎麼做你都是賺啊 好 那各位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看 談5天了啦 那到底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能夠把波段飆出來 這是一個關鍵 因為當你低檔買完之後 這一波的走勢裡面 已經連續幾次 六支漲停板 有沒有 是不是已經起來了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可是你注意看啊 談5天起來 太極動了沒有 動了沒有 好像沒有動嘛 談2天之後 他要開始走震盪 那為什麼他會開始走震盪 這就是我跟大家說的 有些個股在去年已經漲一段了 後面經過盤整格局的時候 你後面再來追 上面難免會有解套的賣壓 對不對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追 你懂我意思啊 我再舉個例子來說 你之前跟著我們操作的 比方說操縱 當時我們在11月份的時候叫你買 股價是不是大漲一段 當時我還跟你說 當時在61塊左右 我跟你說上看XXX三位數字 結果最高來到115 第一檔買進之後 有沒有讓你看到 上看三位數字 有吧 可是在盤整的過程裡面 你後面新位元 你不能這樣子做 為什麼 因為之前的救援員買低一點 後面新位元 後面再叫你去追的話 我敢說你也不願意 所以有些個股你不需要去追 所以今天你會發現到 第一檔買進的股票 是不是賺得快 是不是又讓你看他賺得多 可是呢 有些個股到現在為止啊 談不上去 因為上面有套牢的籌碼 有沒有 我們再舉例來講啊 不要說只講一檔 新日光也是一樣 今天尾盤有急拉 尾盤有急拉 可是問題是你要知道 上面還有套牢的籌碼在的時候 你的股票要怎麼樣再走波段 所以很多觀念 只要你能夠掌握得到 好那各位 現在你就不用急了 因為連彈五天起來 來到月限位置區 剛剛我跟大家說過了 台北股是他未來的動向 好你注意看 盤我們都講得很清楚 在這裡來仔細看 當時我們跟大家講嘛 台北股市彈起來之後 後面一定會開始慢慢有一些震盪的格局 下個禮拜 台子期的結算 我說 我認為啦 我認為啦 當然最好他是能夠持續繼續往上攻 但是我認為說 多少難免會有一些賣壓在 就算說台北股市有賣壓 但是美元沒有升值情況之下 台股後面還要繼續往上攻 所以呢 如果你這一波沒有掌握低一點的 各位不用急 後面有低一點讓你再進場一次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沒辦法掌握 你也不知道說我到底該去買什麼樣的個股 好沒有關係 這東西待會回來 我們再跟各位做解說好不好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 掌握不到股票的 或者是你的個股都是每次都去追的 那我建議你 稍微換一個方式 在新的一年裡面 把它做一個操作上面的一個調整 否則每次都用追都用追的 追到最後都在買高點 沒有意義嘛 所以呢今天如果說你認同我們操作的 我跟大家說過 今天我們要給各位的不是叫你去追 我要給各位是一個穩健的操作方式 堅持底部進漲 波段操作 個股不多 我幫你掌握市場輪動 趁台北股是談五天之後 後面只要稍微有震盪 有些個股在低點的時候 我再帶你去進去好不好 那怎麼去做 待會回來我們就來看 後面到底什麼樣的個股 什麼樣的族群 反而是後面台股連談五天 漲多震盪之後 後面準備要走輪動的 那有任何需要 歡迎你跟我們做聯繫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看 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好不好 休息一下 歡迎光臨台北灣 老公啊 好漂亮啊 老公 這麼多娘啊 今天好娘啊 很漂亮 台北灣系列 湘南大宅 2805-9898 好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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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持專業 連連得獎 加入品封口固 讓您登上股市高峰 品封口固優質專線 02-2957-1111 成就股市財富 分享過濾喜悅 慎選精英拋牌團隊 登上智富高峰 品封口固穩揚財富 情速撥打 轉運專線 02-2957-1111 2-2957-1111 2-2957-1111 秉持專業 連連得獎 加入品封口固 讓您登上股市高峰 品封口固優質專線 品封口2-2957-1111 預防H7N9流感 請選購合格衛生型肉 生熟食肌菌因分開使用 避免交互感染 雞 鴨 鴨 鵝肉及蛋類 要完全煮熟才可使用 家禽弱獸病毒感染 載殺 去毛 斷獸的人 都可能被感染 請勿違法獨宰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歡迎您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川老師 歡迎你再度回到我們現場 台北股市今天反彈 收最高漲80點 成交量稍微有一點點出來了 960億 可見台北股市一彈起來之後 已經連續5天彈了 然後正好是快來到月線 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月線之善正好是之前8500點 將近有一個多月的炮勞籌碼區 所以談起來之後 台股要怎麼去看 好 各位 我們的節目 因為我們是1點半開始 不到收盤我們就坐在這裡 跟大家去做分析 所以老實說 一收盤我就是第一個在解盤的 那別人講什麼我不知道 我也很少去看人家的 所以我不會去模仿人家 但是我說希望說你今天看我節目 都能夠賺得到錢 所以很多時候一收完盤 大家對這樣的盤 會有一些疑慮在 或者是當台股 有一些風險在的時候 沒有人能夠告訴你 所以我希望說今天你看節目 能夠賺錢 而且我們又是收完盤第一個 在這裡跟大家做分析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 會多花一點點時間 在盤上面去跟大家稍微推敲一下 未來台北股是該怎麼去走 好 所以有的時候會多用一點點時間 那待會我們要講個股 你注意看等一下我們來講下一波 準備輪動的股票 之前跟大家講2月份 台北股有機會壓回對不對 壓回之後呢 那我這幾天有跟大家說 台股只要美元不升值的話 台北股是只是跌升 只是說多頭的修正 然後後面還有機會再走一波 好 各位現在都看到了 但是我們要抓什麼樣的股票 才能夠這樣的盤勢裡面 當它跌升反彈起來之後 就在後面台股呢 短線漲多又稍微走震盪的時候 你的個股能夠繼續攻 好 各位重要的關鍵 如同我跟你說的 怎麼樣把你成本去壓最低 什麼叫做成本壓最低 來 仔細看 因為解盤解太多了 這段VCR沒有時間播了 但是你看我節目你都知道 因為後面要動什麼樣的族群 什麼樣的個股 我們都在低檔先跟你說 有沒有 當時我是不是跟你講介面 我跟你講過觸控嘛 對不對 11月13號 還沒有動的時候跟你講介面 15號跟你講觸控 有沒有 是不是都跟你講觸控 讓你先買低點之後 結果20號開始攻漲停 你會發現到 今天股票漲停板 很多人是帶你去追的 但是我沒有啊 沒有什麼好追啊 先買低點嘛 讓別人來幫你去抬 那不是很好嗎 所以你會發現到 當你買低點之後 股價開始攻 那這一波的走勢裡面 你會發現到 介面的股價低檔買完之後 是不是讓你看到 農曆年前漲 農曆年後創新高 創新高之後稍微有點震盪 短線漲多壓回對不對 壓回是不是這樣說 對吧好那各位 當時我在節目裡面 有跟大家說過 今天你跟著我操作 拉高的時候 禮拜五 上禮拜五我叫你先跑一趟 有沒有 叫你先跑一趟 好那各位 跑一趟不代表說 他結束了 好不好不代表說他結束了 因為有的時候 台股在震盪的格局裡面 短線上面我也要帶你去賺 所以這個時間點怎麼樣去掌握 低點高點這個地方 能夠先把價差先賺到 所以當個股低檔到的時候 我帶你買 拉高我叫你調節 拉回之後你注意聽喔 拉回之後觸控的股票 他沒有結束 反而拉回之後 你還要再找第二次的低點 第二次的低點 如果你沒有去進場的話 那你想想看喔 台北股市就算震盪之後 後面還有機會再走一波的話 那為很多個股啊 你低點沒買 後面你都準備要用追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呢 當整個這一波 如果說你出空的股票沒有抓到 當時的低檔你沒買到 那我們先去抓什麼 抓你先壓回的股票 什麼叫做先壓回的股票 比方說 當時2月5號台北股市大跌下來 當天我們就叫你 如果你之前界面沒買到的 你也不用追了 那這個地方呢 反而壓回的 比方說2458一龍店 有沒有 結果你發現到 當時低檔先叫你買 你絕對都買得到 早盤先叫你買 你絕對都買得到 買完之後今天是不是開始攻 有沒有 是不是今天開始攻 這一波的走勢你會發現到 有些個股來到這個時間點 當時低檔你沒買 拉高之後壓回的過程裡面 你要總的先去做低階 所以這兩天我就跟他講 如果說你今天掌握不到 後面的股票 然後這地方有些低檔的個股 還沒有動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他會動 所以每次你都沒有買 每次都是這樣子 一定要漲起來了 大家說了 然後你就覺得 好像可以買喔 因為已經漲起來幹嘛 所以結果後面你去追 那往往很多個股 就是這樣去追高點對不對 所以我這兩天我怕你又去追高點 所以我跟你說 你打電話進來的 這地方我要送給你的股票 有沒有 當著我跟你說十幾塊的股票 四季的概念個股 有沒有 那我剛剛跟你講啊 這些啊 在美國股市裡面 相關的個股都已經創新高了 都已經大漲一段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呢 我前天跟昨天我都送給你 所以呢 這兩天我都讓你有低點買 結果你拿到這一檔個股了 你會發現到 經緯盤開始出量了 差兩檔 差兩毛 差兩毛這檔個股 他準備要突破前高 突破前高 所以有些個股 為什麼我要讓你先買 是因為我希望你 今天看我的節目就知道 今天我們給各位的是一個 穩健的操作 沒有什麼好追的 如果都要追都要追漲停板 都這樣子才能夠進場做股票的話 你也不用參加會員啊 你自己追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花錢 叫別人去摳那個漲停板的訊息 叫你去買 不需要嘛對不對 所以呢 有些個股在低點的 我已經讓你先買低點了 如果這個時間點 你沒有辦法掌握到低點的 我建議你 後面台北股是在震盪的格局裡面 我跟你說過 觸控的個股還有第二次低點 那如果說這次的低點 你又錯失的話 後面都要用追的 真的後面你就是準備幫別人抬轎 如果你今天掌握不到那個低點的 沒有關係你就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你就打電話進來 這地方我再告訴你 買點在哪裡 所以有任何需要的 懷疑你跟我們做聯繫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不浪費 GOOD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匿名專線 02-2957-1111 2957-1111 秉持專業連連得獎 加入品封投顧 讓您登上股市高峰 品封投顧優質專線 02-2957-1111 今天的防災演習 真令我大開眼見 有空中飛人拯救災民 還有像太空人的叔叔 處理輻射污染 大家都很認真的做防災準備 老實說我們也要做好準備 才能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